《丙法院》 剛剛蔡定洞教授提到說 要大家跟著她一起衝進立法院之前 我們有一個比較善意的活動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國民黨的立委 可以聽到多數人民的聲音 可以 我們希望對他四處善意 我們用袖球 拋袖球的方式 我們希望跟他做結合 那這個是下一個動作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的是 剛剛有媒體朋友實底下問我 為什麼我身上會穿這一件衣服 本來這個是個人的事情 其實也不值得講 但是他跟今天國民黨獨裁的大權心態 有絕對的關係 所以我就簡單的浪費大家一點時間 前篇是針對服務貿易協議 召開公聽會 公聽會我們想要聽一聽 我們行使作為國家主人最基本的權利 如果大家不管是接下來的核四公投 不管是後面的服務員貿易協議 包括大埔的事情 包括所有公理正義 都可能這個政府準備不擇手段的來對付我們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特別注意自身的安全 但是台灣人絕對不會屈服他 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請董建宏教授講話 我們現在就是落實剛剛我們對國民黨立委想要釋出善意的這個動作 就是我們記者會上面提的拋袖球的這個做法 但是那是不是因為這邊沒有辦法丟 我們是不是可以移到那邊 那我們從那邊去 那如果我們進座的教授還是留在 進座的教授請這邊留著 那這個動作是台灣國他現在要舉辦一個丟袖球的動作 那有一些動作在那邊舉辦 那請要丟袖球的到那邊去 那要進座的教授還是繼續進座 來各位 各位我們的群眾 我們正在發授比較好 哇反核救台灣大家發授 反核救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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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場叫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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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停建 不要和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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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希望國民黨的立委 回頭示範 我們抛射手的分子 向你們釋出聲音 我們希望你們站在多數台灣人民這一邊 如果國民黨的立委還一意不行 請你們不要忽視 人民的力量 今天下午 下午之前 如果我們看不到 國民黨立委有善意的活躍 我們晚點28分 晚點28分 我們不排除 有更有張力 更有力量的活動 期待 各位所有的記者朋友 一起來採訪 一起來採訪 一起來採訪